来自英国的Amy 19岁的时候就以全英国餐饮学校 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哦 她以乐观认真的态度 分享好吃的甜点料理 充满浓郁香气的维多利亚海绵蛋糕 松软又富有口感 再搭配酸甜的草莓酱 以及绵密不腻的奶油 仿佛置身于英国下午茶的氛围哦 真的技术派 健康跟我来 我们现在要欢迎这一位 真的是好可爱好可爱的英国女孩哦 Amy 你好 你好 珍姐很开心看到你 很开心认识你 我也是 好可爱哦 而且你真的很热情的 你好可爱哦 然后呢 我必须要告诉大家 她很可爱 但是她已经嫁人了 对不起 不要来追了 好吗 而且她嫁给我们的台湾人 台湾郎 对不对 一个非常帅的台湾郎 真的 很帅 很帅 对 很帅 长得这样 长得好好的 对 结果呢 你还到台湾来 开了这个一个餐厅 小小的店 对 那个店叫 名字很特别 我们叫英国奶奶 因为这个很 我们抢到英国奶奶 一定会是一个白头发的奶奶 在那里做 会做面包 还是那些的 对 就会是一个这么漂亮的Amy 很年轻的奶奶 很年轻的奶奶 好 为什么叫英国奶奶 一定有她的道理 而你今天做的蛋糕呢 就会要讲这个 跟奶奶时代有关的故事了 对不对 对不对 对 这个是 蛋糕有故事的 对 好 好 很特别 很特别 今天的蛋糕是什么 不好意思 今天我们要做那个 维多利亚的蛋糕 那个是 你知道之前有一个女皇 她是叫维多利亚 对 对 那这个蛋糕是因为她小时候 她妈妈不让她吃甜点 她说以后你可能当那个女皇 女皇 不可以 很瘦 很漂亮的这样子 她超难过的 她变成那个女皇的时候 那个是第一个蛋糕她吃到了 她说她超喜欢吃 好爱 是不是 所以后来她天天吃这个 所以你看她的小片 她比较 好 我们讲到原来 维多利亚女皇爱吃的蛋糕 因为吃完了她以后 就不能拍维多利亚的秘密了 对 没错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这个维多利亚蛋糕 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 好 我们先来看这个蛋糕 它不是普通的蛋糕 好 我们不要像维多利亚女皇一样吃到 对 我们吃每个礼拜一次就好了 对 这样就好了 好 那它是有故事的 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蛋糕 平常每个人在英国一定会做这个甜点 你的这一本书里面 叫做一百道经典手工甜点 有这个维多利亚蛋糕吗 没错 这个有在里面的 它是一个基本在英国吃的蛋糕的 所以平常我们可能去一个朋友的家里 我们可能吃到那个蛋糕 就是这个 对 没错 可以吃这个 所以随便到哪个朋友家 他们最简单的就是烤一个这个蛋糕 所以我们可能知道那个英国的文化 我们喜欢喝茶 对不对 英国人喜欢喝茶 爱喝 甜甜我们可能喝五杯六杯的 这样吃 对 这样超爱喝 老美爱喝咖啡 对不对 意大利人爱喝 没错 那个咖啡 还是对 那个咖啡 调味咖啡 那可是就浓的咖啡 可是英国人就是很优雅 要茶 我喜欢那个柏杰 还是那个红茶的 对 对 但是一定要配一点点这个点心 没错 对 所以我们在家里的时候 如果有一个朋友打电话给你 说他要来你的家吃东西 是 一定要给他一个小吃的 配那个咖啡 所以这个点心不会去外面买 就是一定要自己做 自己做比较有幸在里面的 对 要倒在里面的 要跟你说哪个爱 所以这边有写英式午茶经典的甜点 所以就结合了英国式的下午茶 对不对 对 没错 你喜欢吃那个英国下午茶吗 我喜欢 我喜欢 因为那个感觉很优雅 对 我觉得也可以慢慢聊天 慢慢吃 慢慢放松 真的很棒 我比较喜欢 我超喜欢这个的 不好意思 打个岔 你还会做到这样子的 有教到做到玫瑰杯子蛋糕 对 这个我超喜欢吃 我觉得女生喜欢吃 因为它味道不会太甜 好 我喜欢 你们店里有卖吗 这个我们没有卖 所以书里面的东西都吃 所以要自己学 是你可以自己做 而且也是很简单 对不对 我知道你很会做料理 所以你应该不会做的 好 来 现在我们来看Amy来做 好 好 好 这个是我们的低筋面粉 我们现在要帮它撒一撒这样子 那个是我们吃的时候 它们有那个一颗一颗那个面粉的 你本来在英国就是会做这些东西吗 对 本来我妈妈都是 我是一个 我小时候大概三岁 十岁的时候 我都是看妈妈做甜点 我妈妈很爱做甜点 还有料理 然后我十六岁的时候 我去那个学校学那个 英式的料理还有欧洲料理 我去那边三年多 老师 你是在那个料理学院 而且是叫做第一名 没错 对 我是2016年第一名毕业的 第一名毕业的 很厉害 我特别喜欢做那个蛋糕 特别爱做蛋糕 爱做蛋糕 对 因为你三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 会跟着妈妈做蛋糕了 没错 对 妈妈给我一个 我看妈妈做 我看她很开心做 我很喜欢吃蛋糕 所以我觉得一定要 这个以后是我的行业这样子 对 我要变成一个主厨 你的妈妈就是在你很小的时候 她就会把这些东西交给你 让你一起跟着她做吗 没错 对 对 她给我比较简单的事情 可以做蛋糕 而且小朋友也可以做这个的 这个是你说最基本 最简单的 所以小朋友也可以 也可以做 对 好 我吗 小朋友也可以做 这样很好的 我们这个节目有很多小朋友看 非常好他们可以帮我们做 这个Amy是三岁就开始学了 所以他们也可以 对 很简单的 对 好 幼稚圆小朋友你也可以做了 要面粉 刚刚那个面粉 一定要这样子 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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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 所以我一定要加那个白砂糖 白砂糖也加进去了 那个奶油 还有泡刀粉 好 那这边我们有三颗蛋 三颗蛋又打开来 这个蛋糕师傅打蛋的技术 就是很俐落的 这样吃 OK 现在我们还有一点点那个香草精 而且让那个蛋糕的味道 比较像一点点的 对 最基本的 香草精 一点点的 好 我喜欢吃那个香草的 对 那现在我们要让它就打一打就好了 就这样子 对 而且很重要的是那个奶油要实温的 如果不是太病的话 它们要帮它混合在一起 对 没错 所以奶油要拿出来放得软一点 对 大概三十分钟就差不多的 对 所以它现在打的时候是从外面 外面往里面打 那个奶油其实还很大一块在中间 对 没错 所以我让它慢慢做 因为那个旁边还有很多那个面粉这样子 对 所以它这个是奶油很多 它奶油很多 可是它是奶油是220克 然后那个低筋面粉220克 那单子 一样的 那如果那个比例不一样的那个蛋糕 蛋糕没办法碰起来 对 所以那个比例都是 所以它一定要一样的 一定要一样的 对 可是小朋友会算吗 小朋友怎么算 是妈妈帮你算吗 我小时候妈妈教我怎么算那个东西 然后教我那个工作可以算东西 真的很好玩 可以帮妈妈 所以就可以拿你的汤匙 或者是什么碗杯子来帮妈妈 没错 对 然后我不是有帮教我们怎么做 这样子 对 就很 在英国 你看说现在在台湾 我们都会出去买蛋糕或甜点 所以你开了最佳店 对不对 生意很好 没错 对 我觉得台湾人很喜欢喝咖啡喝茶 然后慢慢吃长饭 对 可是不会自己做 我都去买的 对 有时候我们来不及做 对不对 很多人很大 人他们没有 对 可是我的食物里面有很多 可能15分钟 20分钟就做 就做起来的 对 没错 这么厉害啊 花很多时间做甜点 而且你自己做的是比较有特色 对不对 有特色 你可以自己变化 对不对 这边还有 Amy最爱的草莓酥饼 也都可以自己做 这个不错 对 对 很配伯解茶 我觉得它也很简单的 对 东西混合在一起的 烤一烤的话 OK 可以做的 对 好 这个很有英国风味 好 来 好香 所以这样而已 现在我准备好一个烤模 烤模 那这个很多红焙店 可以买得到这一种的 比较方便 好 要可以拿出来的 拿出来的 对 所以现在我们要放一点点 红焙纸在它里面 好 现在 还是要放红焙纸 OK 现在我们把这边拿一个红焙纸 交给你 还要用笔画 对 用一个笔画 让它更更好的 这样子 只会这样说 对 要凉得刚刚好 对 所以 因为它让我们的蛋糕 它上面比较平平一点点 对 你们店里面 每天要做很多的甜点 没错 我们都是天天做好 对 我觉得第二天 第三天 它味道又咬 这样子 对 所以一定要天天做的 天天做新鲜的 对 没错 然后就是卖完就没有了 对 我们都是这样 对 买完了就买完了 对 明天可以再来吃 然后但是你不一定是 你可能会有很多变化 我们有 每一个月我们玩那个甜点 对 都会换 一直换 一直换 一直换那个甜点 所以我不一定可以买得到 我这次吃得很好吃 但我下次可能会去 又换了新的花样了 可能 对 对 是不是 没错 可是我们卖的最好的是那个 食康 你知道吗 那个食康 你知道吗 那个食康 你知道吗 对 买得很好 对 那个跟我们一般吃的 食康不一样 对不对 它比较高一点点 高一点 对 对 它的标准是五公分 这样子吗 对 如果它不到五公分 它酸的不是标准的食康 就不标准啊 对 没错 原来如此 而且我吃到很多食康 我觉得它比较太硬 太硬 有点像吃大饼一样 粉粉的 硬硬的 没错 好吃的食康是比较软软的 就是它里面酸蛋糕 然后外面酸饼干 这样子 对 它要中间的这样子 所以你们英国奶奶的店里面 是最好的 卖得最好的 所以那个应该每天都有了 对 我每天有了 我们有很多不一样的口味 这样子 对 有巧克力 那个伯爵奶茶 还有满月 很多 对 好厉害喔 就是要剪得刚刚好 刚刚好的在小面 给大家看一下 OK 现在我们可以就放一半在这边 一半 对 一半在这里 那你不必让它比较平平 没关系 不管它 在烤箱的时候它会冷化 这样子 变成平平的 它自己会纯粒 对 所以不要花很多时间 让它很漂亮的这样子 这个就放在中间就好了 就不管它咯 就这样子放进去就好了 放进去就好了 对 很快 对不对 所以小朋友会 真的会 他们不要花太多时间 一直让它太漂亮的 OK 好 现在这样子 这样差不多 就放进烤箱 放进烤箱 好 这个刚刚好 今天这个是两个蛋糕的分量 OK 放下去之后 我们来给大家看看 就这么一点点 而且随便乱放 最好 最好 随便乱放就好 然后就给它进烤箱 进烤箱 以后呢 要烤多少度啊 它是180度 大概20分钟 然后它烤好了 所以现在放进去烤箱 好 来来来 我们来看一下 好 调好 20分钟 在那个中间的地方 所以180度 不会很高温 慢慢地烤 对 稍微不会太硬这样子 对 它就是软软的 好 然后就是 这样子等于 慢慢慢慢地把它烘烤起来 它烤好以后 自然就会变成这样 对 都变成这样 所以我们要那个上面 那个金黄色的颜色 就是最好的 所以它很乖 它就会就变成这样 那有的会黄一点 有的是咖啡一点 没有关系 对 就OK 对 那吃的时候就是这样吃吗 我们还是要加一些东西在里面 给它下面 所以这个让它比较便宜一点点 所以烘焙纸还在这里吗 那个纸 对 没错 那我们可以 现在我们可以把它拿起来 真的 这个让它比较漂亮一点点 真的 维多利亚女王 这样子吃 不行 对 真的 很多有 难怪 她妈妈不准她吃 是对的 她完全没有让她做的 她竟然就迷上她了 所以这个蛋糕是蛮香的 因为它也很油 好 所以我们要给它 是要放在 是放这样子的吗 是这样子 对 是放这样子的 放这样子 然后我们先加草莓 一个酱也可以玩 你可以放柠檬的 还是 都可以 都可以的 对 所以这个是随便你自己喜欢 自己喜欢的 要酸酸的比较好吃 我也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酸酸的是很好吃 对 因为它油油香香的 所以它要酸酸的 我特别喜欢那个柠檬的 我觉得很棒 柠檬的 真的 柠檬蛋糕 柠檬果香 莱姆那个都很棒的 所以你们在店里 也会做这个柠檬蛋糕吗 对 我们也做那个柠檬蛋糕 对 没有一个柠檬的 我超喜欢这个 女生也特别喜欢那个 比较酸一点点的 对 对 英国人 好像英国人 法国人 他们奇怪 都吃得很甜 是不是 真的 我们很喜欢 可是我觉得我要吃甜点的时候 我也要吃非常甜的 你对 我想要吃甜 我吃甜的 对 这个看起来就很香 很幸福的感觉 因为英国式的下午茶 它的那个茶会比较 比较色一点 对 没错 所以它要比较甜的东西 把它 平衡 对 没错 所以说它是有道理的 那我们台湾人的口味比较清淡 然后台湾人可能比较 会把它拿来配咖啡 对 对 很多客人他们吃这一周 他们说对 配咖啡 是跟他们比较酷一点 配比较甜 对 所以不一样 那你先放一些 那你做了工作的时候 你要有一点点为止在这边 因为等一下我们要放那个撒面 放在这边 这么漂亮 OK 你现在 然后一点点在中间 那我们现在要放那个撒面在这边 那么漂亮就把它压下去了 它就不见了 但是旁边还是看得到 难怪它那个花 它那个花旁边我们还是看得到 有花的形状 OK 我还在想说 夹心为什么要那么讲究 它还是有呢 然后我们放这边 就一点点就好了 不要它太甜的 好 再来加花 你每天要做多少蛋糕 在你的店里面 我们天天可以做 有大蛋糕 小蛋糕 有骨干 我们有一共大概十 我想一下 大概十个 一共是十个不一样的 十种 对 十种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天天做 对 我们做新鲜的 天天做新鲜的 对 然后那个每天卖完就没有了 就卖完了 你就请你明天再来 对不对 我觉得这样子是最好的 对 这样子最好 放太久 我觉得这样很不新鲜 这样子 是 然后这个是什么 就是一点点那个糖肥 我们放在它的上面 好 放它 所以你看我们刚才 照这样子的速度来做 那么你的朋友打电话来说 我要来你们家喝下午茶 这时候你赶快就 就和面 然后烤 你的朋友来的时候 已经有了 对 很快 对不对 那看起来比较像在碗面卖 那么放那个草莓 在它的中间的 那是这样子 对 我的天啊 好漂亮 舍不得吃怎么办 我们等一下再吃 还最好 对 都一个味道也对 来 我们来吃 好 谢谢 维多利亚海绵蛋糕 做法是取一缸盆将面粉锅筛 再加入白砂糖 奶油 泡打粉 鸡蛋 香草精 混合搅拌均匀 取适当大小的烘焙纸 铺放在两个烤模底部 面糊分别放入烤模 放入烤箱以上下火180度C 烤约20分钟 至表面呈金黄色后取出 再放置冷却 取一片烤好的蛋糕 抹上草莓果酱 放上鲜奶油 接着盖上另一片蛋糕 重复抹上草莓果酱 放上鲜奶油的步骤 撒上糖粉 再放上切片的草莓就可以了 我第一次录这个料理试吃的时候 我们前面没有东西 只剩下一盆 蛋糕呢 他们说蛋糕已经被吃关了 才刚刚拍完才切一块给我 然后就这些 包括摄影师 好不好 每个人吃来 一直这样 一直这样 一直这样比 因为太好吃了 从来没有吃过蛋糕 是这种滋味的 它是有 好像带一点点有湿湿的感觉 对 不会太干 这样吃 对 然后滑滑的 很香 吃到那个香草丁的味道 而且它的口感 不像有些蛋糕放下去 感觉上它好像碰得很大 对不对 对 没错 很不舒服的 很实心 实心 但是它又真的很滑嫩 所以这是一个很厉害的蛋糕 谢谢 而且很简单的 对 超简单的 难怪 十分之就好 难怪维多利亚女王 她不要身材了 对 这样就好了 她要蛋糕就好 我也可以今天吃这个 而且我们在这个 Amy的这一本书 一百道的经典手工甜点里面 它还有很仔细地告诉我们 怎么样来喝英国式的下午茶 对 没错 对 那每个每早菜都有 它配怎么样的茶 还是什么时候可以吃 这个是有讲究的吗 不是随便就是什么 茶配蛋糕而已 对 它还有一些这个 有它的规矩在吗 没错 对 有一些比较适合 好像伯洁比较酷一点点 它可能适合这种的蛋糕 比较甜一点点 对 所以那个茶不能够乱配 对 维多利亚的茶的话 就必须是要用那个伯爵茶 比较适合 对 没错 对 她可能也之前 那时候她 我也知道她也很喜欢 那个伯爵茶 因为每一个家庭在英国 他们可能有 他们的最好的杯子 跟那个 那个叫什么名字 忘了 盘子 盘子 对 所以有朋友来你的家 你可能有你的甜甜用的 那如果是聖诞节 还是聖诞节 我们有比较特别的 对 没错 平常是收起来的 但是有特别节日子的时候 这一套东西是 要喝茶的东西是要拿出来的 对 要不要特色一点点 对 所以喝下午茶 对英国人来说 这是一天当中 每一天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 对 没错 我们可能每个礼拜一次做的 可是我们可能花三个四个小时 要去准备的 对 那吃的 我们慢慢吃 慢慢聊天 慢慢喝这样子 我很喜欢这样子 对 我不喜欢很快吃 然后去工作这样子 我觉得慢慢做的是最 对你身体最好的 对 好 这个是很好的 还有 没错 是不是有一些就是比较讲究的 它还有代表 它的家族的那种餐具 杯子 阿山是我们的阿嬷 阿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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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也有它代表 她的祖母的专门的 对 有好几年的 好像我妈妈的家里 它有是大概我阿嬷 阿嬷的 对 可是那个我们很少用的 对 真的很少 可能是一个 可能聖诞节可能就用那种的 才会啊 对 因为比较特别 也真的很小心 因为那个是一个很特别的 它算是一个已经算是古董了 对 一直古董 对 所以一个妈妈 就是像女儿出嫁 妈妈会送你这个 会送你茶具吗 没错 对 真的 对 我真的很喜欢睡回家的 像妈妈妈妈可以送给我一杯茶 这样子 对 也是欢迎你来我的家的感觉 对 来 给你一杯茶喝 这是一种 这就是英国的饮食人文 一个文化的 好 那今天呢 我们在吃这个 英国式的手工甜点的时候呢 我们也好好的看一下 Amy她这么费心的 把这个英式甜点介绍给我们 也告诉我们怎么样 来品尝英国式的下午茶 谢谢你Amy 这些真的太好吃了 谢谢你 爱真姐 谢谢你 南瓜 南瓜全部没有了 好过分 好过分 谢谢Lino 谢谢 小时 谢谢你 小时 谢谢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